大家好,歡迎來到金友姐妹說 我是Ariel 我是娟 哈拉拉拉下雨天 沒失味好討厭 心情郁悶 香港叫怎麼辦 各位喜愛金友小學分享好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收到我們最近影片喔 想知道放掉失禮日常嗎? 金友姐妹說的IG追起來喔 這首歌太老了 我不願意跟你一起合唱 雖然我會 我要唱楊承琳的 聽雨的聲音 一滴滴清晰 要分年紀 就是要分年紀 跟你不是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不是KTV大賽 其實我只是要講說 因為最近 梅雨季節 雨下不停 所以衣服都曬不乾 真的非常討厭 因為都濕濕的 沒錯 而且我覺得最反的就是 你房間都會有那種 潮潮濕濕眉眉的那種味道 潮潮濕眉眉 對就是那種很 就是水有很 充滿水氣的味道很不舒服 不過呢 講到下雨就讓我想到 一支我覺得很有代表性的精油 哪一支 它有雨水的氣息 泥土的味道 然後它是一種 說不上來的一個特殊氣味 就是印度阿塔的彈香泥土精油 對 我不確定大家有沒有聞過 但是這支精油呢 它是透過蒸餾法的 就是阿塔傳統的一個蒸餾的方式 將香氣保留下來的 這個味道是非常特別的 這個我聞過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因為這個味道呢 它就是會有一種 讓你有很沉穩 然後它不會有那種 美美的臭味 它就是很沉穩 你聞了就會覺得很安定的氣味 對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話 因為它也不常見 然後可以把它保存下來 你就可以自己在每天那邊聞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放鬆 我覺得蠻適合 沒印象的 但是 唯一缺點 它其他都是優點 唯一缺點 它真的有點貴 所以我覺得呢 它是屬於收藏性的精油 因為平常你在調油的時候 你也不會拿那麼貴的精油來調 對 就是收藏性的 就是大家看荷包比較可以的時候 再買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你特別喜歡下雨的氣味的話 你就可以買它來運用 沒錯 這支真的就是很特別 喜歡下雨天的朋友 就可以考慮買回家 天天沈浸在宇宙 但是如果你討厭下雨的話 極度不喜歡超吃的魚味 建議大家就可以使用這兩種風格的氣味 再加擴香 讓你擺脫下雨天的 陰遇氣氛 第一個呢 就是陽光十足的柑橘類精油 活力滿滿的柑橘類精油 可以幫你掃除陰天的憂鬱感 第二呢 就是有森林感的松薄荷精油 帶你走進森林享受芬多精 戶外的陽光栩栩再加上木質調的沉穩氣息 讓你雨天心情不再心浮氣躁 那都講成這樣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介紹一個 波雲見日好心情配方 請看螢幕上方 檸檬4滴 西伯利亞冷山3滴 史密斯尤加利2滴 將這些精油調和在一起 變成副方純精油後 滴入擴香道具裡面就可以囉 第一支呢 我們要介紹就是檸檬 檸檬的氣味大家應該已經熟悉到 不能再重現 但如果你真的 剛剛好 沒有聞過檸檬精油的味道 其實就是你平常檸檬汁的味道 就是切檸檬的味道 對就是那個味道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平常沒有接觸親友的人 對於檸檬強烈的活力感 應該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呢 檸檬清新清爽的乾脆果香調 不僅可以趕走憂鬱的情緒 在陰暗潮濕的天氣裡 是最適合用來振奮精神 恢復活力的味道喔 再來呢是西伯利亞冷山 西伯利亞冷山呢 它是屬於松科的植物 它生長於一個寒冷 然後陰濕的高尾度的地帶 那它清新的木質香的香氣呢 具有鎮定放鬆的效果 如果說呢 檸檬它是迷霧中 帶來和弦溫暖的日光 那麼呢 西伯利亞冷山呢 它就是釋放芬多金的森林精靈喔 這算講得好好喔 真的喔 想好久 第三隻呢就是 史密斯尤加利 史密斯尤加利呢 它主要的化學成分就是氧化物 所以它就是聞起來 就是有那種強烈的清涼氣味 能迅速讓人震撼精神集中注意力 同時具有很好的對抗細菌的效果 而且呢 史密斯尤加利 比其藍椒尤加利 澳洲尤加利 等等尤加利 它其實更加溫和 因此呢 它比較適合長時間使用 也比較適合用在老人及小孩上 就是上面 幫助他們處理呼吸道的相關問題 如果想要更了解 尤加利家族可以點擊上方的連結喔 另外呢 想要問大家有沒有 就是一種體驗 就是一種經驗這樣子 當你近濕的襪子呢 然後泡在濕大大的鞋子裡面 然後走起路來 還會發出啾啾啾啾啾啾的聲音 然後呢 回到家以後 當你脫下鞋子的那一刻 臭氣熏天 就是你覺得那個味道真是 難聞到一個爆炸這樣 我光想像 就是因為我之前 因為我就是反而穿布鞋 如果真的遇到下雨天 下得太大雨的話 鞋子就會變成那樣的狀況 可是我雖然很久沒有過 但我一直要回想到那時候的情況 我都覺得好噁心 就很不舒服 對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因為當你的腳呢 長期待在潮濕悶熱 或是密不偷風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有香港腳的產生 那最常見的是哪幾種人 比如像農夫 他們可能就是要靜著這樣 或者是廚師 或者是愛穿靴子的女孩們 愛漂亮的女孩們都不可以有香港腳 現在就來分享一個去去梅菌走 香港腳配方 請看螢幕上方 三雞膠一滴 檸檬香茅一滴 野馬玉蘭兩滴 真正薰衣草五滴 向日葵油十五夢 第一個呢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三雞膠跟檸檬香茅 為什麼會把它們擺在一起 講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他們兩個很像 都是要他們就是有檸檬醇的那種抗菌的效果 而且他們的氣味也非常像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三雞膠的話 你就是兩滴檸檬香茅 如果你沒有檸檬香茅的話 你就是兩滴三雞膠 是可以這樣互相去做兌換的 那除了檸檬香茅的草葉香之外 它多了一點類似檸檬的香氣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檸檬泉 那使用泉類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肌量高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提振 那肌量低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放鬆 所以是蠻特別的 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野馬玉蘭 野馬玉蘭呢 就是大家常常聽到的牛治 或者是澳熱鋼葉 那野馬玉蘭呢 它的味道呢 是比較辛辣跟刺激 它在皮膚上也是比較刺激 對沒有錯 然後另外呢 它有高濃度本分的含量 所以在使用上面 需要特別注意 就Ariel剛剛講的 精油的濃度的部分 那野馬玉蘭精油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對抗黴菌的能力效果很好以外呢 它也可以 減少身體的氧化 是身體發炎時候的好幫手喔 第三次訊息少 大家都應該是非常熟悉 所以我們就不介紹了 另外呢 我們要建議一下 就是第一個精油配方 最好是搭配擴香液使用 而不要使用水氧機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說 很潮濕了 如果再用水氧機的話 應該就會更潮濕 對就是你一邊在 水氧機就是加濕器的效果 你一邊加濕 然後一邊再開你的除濕機 那不就是脫褲子放屁的事情嗎 就是你知道同學就會 這邊打開擴香機 就是加水氧機 然後這邊開除濕機 然後那個味道就會往除濕機去 就是主要就是因為水氧機 它的前身就是加濕器 那在擴香的同時呢 它的水分就是會跟著精油分子 就等於是漂浮在空氣當中 那你已經在 現在已經是一個 悶濕的雨天了 你還增加就是房間的濕氣 你反而會覺得更不舒服 那聽完以上的介紹之後 大家有沒有對於 雨天使用精油的對策 更加了解了呢 如果對於今天的介紹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詢問我們喔 我們下周六晚上七點再見囉 掰掰